我觉得你可能挑选客户确实有点问题 就是你挑选一个有孩子的妈妈 或者你这样推荐 会更能表达你的专业性对吧 我儿子现在六岁 你把我当成一个孩子的妈妈 真的来表现一下专业性 再削一下好不好 可以 感谢陈总给我一个机会 就是陈总 您现在是有六岁的孩子 然后也是非常想愿意了解我们这个篮球课程 我这里给您说我们的最大两个优势 那你们跟其他有什么不同 他们都天天跟我讲各种优势 他是一个特别会给自己争取机会的人 你看他马上的话就再来一次 让自己表现得很好 首先我们的课程的最大优势就是 我们的教练绝对是权威认证的 国家清训队的这个教练 他可以给您的孩子最最科学的训练方式 和最最周到的保护 我怎么能证明你们那些都是国家队的呢 您可以带着孩子免费过来试询一节课 您觉得对这个教练的资质有质疑 我们可以查 您觉得这个教练有资质 但是没有能力 我们可以换 那行 除了这个优势 你们还有什么优势 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 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课程培训的 这个整体的组织框架 是非常科学 也非常符合孩子的特性 因为篮球 它不仅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 它也是一项合作的体育运动 它可以让你的孩子 在篮球课里面收获到 友谊是第一方面 第二个合作能力 第三个体育锻炼 那么也能够有助你的孩子 在未来进入小学 初中高中的时候 您在学校里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与人沟通 与人交流 和与人之间的竞争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既能够在竞争中 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也能够在合作中 体现出自己的一个魅力 这是我们的一个两大优势 我可以免费去带着孩子 体验一次 是吧 这周 免费体验一节课 然后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整体的教育水平 技能体量 好了 给我留给你电话吧 那我这周去体验一下 谢谢 谢谢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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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叶 人家给你卖客 卖半天了 是 来点评一下 非常好 刚才在大老师这边 我觉得他就体现出了一种 就是坚韧的意志 坚韧 对 特别坚韧 而且他情绪管理好 他背后是什么呢 是他的高自我认知 他并不认为你的挑战 我就放低我的这个态度 我也不认为 我销售是在求你 所以我这个要给他点赞 其次他刚才给陈薇介绍的时候 他介绍了篮球 除了技能之外的这种 意义 对 篮球是团结的运动 是团队运动 然后沟通这些东西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篮球 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在他没有培训的时候 就被讲出来了 特别完美 所以说就给我预备 你们都别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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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必须抢